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回到硬派90秒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話題 常常被學長暱稱為月經文 也就是每個月常常被人家問的 但這也代表大家對這議題還是比較好奇的 就讓學長一次跟大家講清楚 到底濾紙需不需要進食 首先我們必須要先確認兩個前提 第一個 如果你的濾紙是米色的無漂白濾紙 你是100%一定要先進食 而且不是隨便給水喔 你要給足量 甚至於是要給大量的水 那濾紙裡面的紙漿味去掉以後才OK 所以這種濾紙一定要先進食 當然還有一些牌子比較小的 有漂白濾紙 是白色的 可能它製成上面比較沒有很乾淨 所以還是會有紙漿味 所以這種也必須要先進食 第二 如果你的濾紙和濾杯不太服貼 不太服貼 就是你的濾紙會翹來翹去的這種狀況 學長建議你也先進食濾紙 讓你的濾杯跟濾紙服貼 因為服貼會影響流速 如果你沒有先讓它服貼好的話 會讓你的流速變得不一樣 造成你充足上的障礙 那除了以上兩個狀況之外 只要你的濾紙本身沒有什麼濾紙味 然後服貼狀況也很OK 那麼你要不要臨時濾紙 需要可以直接告訴你 對於風味的影響 並不是那麼大的 你可以直接選擇你習慣的方式就好 當然實際上對流速不是完全沒有影響 那這點學長也不會完全告訴你說沒有影響 畢竟每個人的手法都有差異 所以學長建議 如果你平常喜歡淋濕 就保持淋濕的習慣 如果你平常不喜歡淋濕濾紙 也保持不淋濕 這樣就維持你的穩定性就可以了 主要是降低自己手法的變數 這樣就好了 不用去糾結別人為什麼要淋濕 其實它對風味的影響是並沒有那麼大的 好 以上就像對於濾紙淋濕的理解 其實各位可以自己測試看看 但你的沖煮其實要非常穩定 才可以喝出其中的差異 而且真的是非常的微服的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不用過分糾結這個議題 還不如好好練給水的穩定度 對你的風味影響還比較大一點點 好 今天一般九十秒 所有內容就在這邊了 各位如果喜歡這個單元 可以訂閱學長的頻道 如果有任何問題 歡迎在以下留言 希望都會一一回覆你喔 好 那今天節目就這樣了 好 各位拜拜